感覺如何? 我本來對它是沒有抱什麼太大的期待 因為我就想說 啊這種價格 誰能打贏12鍋啊 我那時候心態是這樣 可是吃完之後我覺得呢 它雖然比12鍋價位稍微高一點點 可是它的妝容是 各位愛子們 早安 Ladios老闆 我們今天要吃這一小鍋 有人今天有點不舒服 那它跟這一鍋什麼不一樣 它比較小 比較便宜 我是覺得它這個價格很容易拿來跟12鍋比較 因為我看了它最低的價格跟12鍋比起來 差不多差70塊左右 它是這一鍋的另外一個品牌 那這一鍋就是85度低集團底下的火鍋 可是上次我們吃這一鍋的感覺是非常好的 你不是最喜歡吃這一鍋 還不錯啊 我覺得它還不錯 所以我們今天對這一小鍋的期許是比較高的 而且它評價很高 它有2000多 2000折左右的評價吧 4.4顆星 這邊是松山車站 然後這個是松山的二號店 這一小鍋在三樓 我們現在已經到三樓了在這裡 跟各位講 今天是禮拜一的11點半 目前看起來是不太用等 聽說平常是要等的 這邊有來過嗎 沒有 先跟你介紹 我們是個人小火鍋 每個套餐有副菜盤跟副餐 等一下兩位點餐的話 幫我選湯底主餐副餐 有時候其他的話 都是從單點這邊做家點 那圈起來都是我們招牌的湯底 老火湯是豬大骨還有中藥材熬製的 會有淡淡的胡椒香 等一下帶您入座點完餐櫃台買單 那後面參加飲品並請自取喔 好 這邊請 我人家的腦袋不太清新 今天我拉主Key 今天我拉主Key 跟各位講 其實進來有一個很舊的三輪車 我自己覺得它這個 真的有那種 復古的感覺 我今天要點最貴的 我要吃最好的 今天才有一點付錢 好我們要準備點餐了 它這邊的點餐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從湯底開始點 湯底的部分呢 有些是要加價70塊的 今天菜林後來決定要點一個 蔬食鍋 然後我點的是它的招牌 麻辣鍋 要加70塊 那你決定好湯底之後 就是主餐了 我們今天先菜林 就是點一個最便宜的 上學梅花豬肉 265塊 欸跟十二鍋價格沒有差很多欸 貴一點點 十二鍋我記得218塊 可是它有幾個地方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是有 一百一十公分以上 如果你貢鍋是要收費用 可是十二鍋不用 哦 對然後它的副餐的部分啊 是你可以選擇的 而且是有雞蛋的 可是十二鍋是沒有 雞蛋是要另外加錢的 好那接著啊 我點一個最貴的嘛 這一排看下去最貴的就是 銅牌海鮮總會 裡面有 草蝦 天使紅蝦 白蝦 鯛魚 小卷 蛤蜊 鮮蚵跟干貝 我會吃著好不好 這樣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我們家誰都會亂花錢 那我們今天就是 點一個最貴跟一個最便宜的 看看它來會是怎麼樣 那副餐的部分你要吃什麼啊 我要雞蛋啊 你要雞蛋喔 我也要雞蛋 那我們副餐就選兩個雞蛋 那接著單點的部分 我們今天就不點了 因為這樣子應該會爆 那這邊很特別的是要先買單啊 然後我已經買單了 我們總共吃了933元 最主要是還收了清潔費 一個人是20塊 湯頭因為我點的是麻辣 所以加了70塊 然後還有兩個就是 上選梅花豬265 跟我的海鮮總會 欸這不是海鮮 等一下才會來 這樣子總共加起來是933元 送餐蠻快的 它的菜盤應該是早就裝好 放在冰箱 應該不是馬上裝 應該不是馬上裝 有人現在在喝茶 因為我剛喝了一口 它的茶是無糖的烘茶 好喝嗎 胡椒味紅茶 我覺得它醬料其實還可以啦 有冰淇淋啊 還有冬瓜檸檬 那這邊還有芒果絲 冰淇淋 哇 這應該是克維尼的吧 看起來很克維尼 不曉得 它醬料 總共有10種 也還算蠻豐富的 也有免費的清水可以喝 為什麼火鍋店都要配冬瓜檸檬 為什麼 比較刷水吧 這一鍋雞脆搭 雞脆搭 雞脆搭 我先偷吃你一塊肉 我想要吃你的豬肉 然後它的麻辣湯底裡面 其實料沒有非常的多 我剛才有看了一下 就是大概三到四塊這樣的豆腐 跟兩塊左右 像這樣的鴨血 今天鮮菜您不能吃辣的 所以我吃一塊它的豆腐 跟喝一點它的湯頭 跟大家講一下好不好吃 它的豆腐啊 其實孔洞不是那種很多的 你看 我覺得感覺跟這一鍋很像 嗯 對 嗯好吃 其實是比較屬於就是 蟹皮凍豆腐跟一般凍豆腐之間 然後啊 可是吃起來是有那種juicy的感覺 它預設的湯底 我沒有跟他講說要拉一點或不拉 它預設的湯底啊 就是剛剛好 對 各位看一下 我的海鮮來了 我的海鮮總共就是這樣 這個 就是這邊 算是最貴的 五百三十八塊 那 有天使紅蝦 一般的蝦子 雕魚干貝 跟蛤蠣 還有這個 跟大家講我吃了蔬食鍋 我覺得啦 它的菜盤稍微分量偏少一點 可是它還算不錯 沒有附一大堆有的沒有的那種加工食品 有 可是不多了 然後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它的餐具很可愛 就像這樣 這是碟盤 這是碗 都是一個小魚的 很可愛 有一個系列的感覺 真的 壓起來很好吃 然後吃一點蛋糕嗎 不會啦 不行我會燒聲 嗯 它的鴨血跟 這一鍋很像 鴨血就是 裡面是很軟Q的 就真的很看 羨慕我可以吃鴨血嗎 有一點 它這個蔬食鍋的鍋底啊 它裡面其實就只有洋蔥跟玉米 所以它整個湯喝起來是甜的 然後我又放了高麗菜進去 我現在整個湯頭甜到就不行 其實我覺得它的蔬菜都還滿新鮮的 算好吃 可是它的份量真的比較少一點 來煮一個它的肉吃吃看 它的梅花豬肉片 數量不是算多的 可是它的肉片算厚的 如果以蹭公克數來講 我覺得應該不會算太輕的那一種 豬肉 我的梅花豬肉 來吃一塊看看 像一個醬 它的豬肉滿好吃的啊 嗯 豬肉好吃 我覺得這一鍋啊 它有一點滿貼心的 它有隔一個很小的小屏風在桌上 所以如果說你是人數比較少來吃 它是有一個屏風隔著 那你這樣子就不會看到對面 然後它接的人數客人也會比較多 可是如果你是朋友一起來吃 你就可以把這個屏風拿掉 大家就可以聊天 我覺得這點設計的還不錯 吃一個老爸鍋裡的鵝啊 好吃對不對 對 還不錯 還味很重 可是它比較特別的是它 鍋裡面鍋底 本身就有附排骨酥欸 不是用單點的 可是它的排骨酥是減半半塊而已 它的排骨酥啊 不算小塊 可是它的肉稍微比較偏軟 裡面是帶軟骨的 但是一滴稍微比較好看 你的招牌哥欸 你的招牌哥欸 可是我覺得它有點 它 餐巾居然是蘇節的 很曉得那個蘇節 蘇節有紙巾 餐巾子 大家也知道蘇節算是 但是 衛生紙當中的龍頭 價格本來就稍微偏高一點 青菜的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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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幫我煮青菜嗎 你先聽我講 青菜的要給你煮 現在很難得可以聽到這種歌 現在都馬上放流行音樂 在那邊 青菜等一下放在那邊 因為好辣喔 那個辣的 你看這個 太辣了 太辣了 欸可是 你看喔 它是可以菜盤換肉 嗯 好好吃 你應該要點 它其實有提供 菜盤換肉的服務 那像老爸 他如果吃麻辣鍋 我覺得他很適合換這樣的組合 因為其實麻辣鍋煮菜 真的是 母湯真的是 沒辦法直接吃下去 可是像這樣子的話 就比較適合它 它又適合肉多的人 就是像這種 它這邊還有填寫意見卡 可以打蛋豬欸 那我等一下來填寫意見表 打一下蛋豬 我打算把海鮮給你 好的都給老婆吃 你吃到就好 你是不是覺得先 你他現在很誇張 我覺得他現在一定覺得 蝦子很難 對沒錯 想要全部都給 可以吃比較貴 五百多塊 吃兩百多 你吃五百多塊 隨便 還有干貝 這一小瓜 它的餐具都是附像這樣 鐵的 北梯亞的 大家吃的時候要小心 可能會被燙到 哈哈哈哈 來吃吃看它的海鮮 這個是鯛魚 鯛魚啊很難不好吃 很難不好吃 因為它都是一份冷凍牌的 它的鯛魚切得比別人厚欸 我覺得 它的鯛魚也算切得比較厚 我覺得它用料蠻實在的 它的魚其實蠻好吃的 而且你在吃的時候 比一般你印象中的冷凍鯛魚片 吃起來再厚一點 這不錯 干貝 干貝 它的干貝也不錯 也算蠻新鮮 我覺得也很好吃 那個甜度都有出來 給大家看它的蛤蜊 它的蛤蜊 它的蛤蜊算小顆的 可是補起來還算蠻飽滿的 裡面的肉其實不是大的 我來吃吃看新不新鮮 嗯 可以 就是小顆了一點 我的天時紅蝦 它跟我一樣大喔 這個蝦 我看我等一下再剝 先讓它晾乾一下 我覺得有點飽 其實它東西 看起來好像不多 可是它用料蠻實在 那蝦子其實也蠻大隻的 分量也蠻夠的 它的 它的主菜 算是 我覺得1到10分 它的主菜應該都可以給到8點 8點5分 然後菜盤的部分 稍微 菜量偏少一點 天使紅蝦 它蘑菇好 來吃一口 我覺得它蝦子不行 蝦子不行嗎 蝦子不行嗎 不行 它比較粉一點 對 這樣會粉一點 我覺得它天使紅蝦 沒有很好吃 最後我要吃冰淇淋 你知道什麼牌子的嗎 跟我 說可為你 對 真的我剛剛有偷看到 真的是可為你 可是我覺得 以200多塊的價位 又要可以喝飲料 它那個飲料機也是五六種 就是有可樂機啊 我覺得它這個競爭力還不錯 而且 我自己是覺得它用上環境 比一般的好 嗯 這個就是 可為你的味道 真的沒錯 可是可以了啦 200多塊就可以吃 這樣我覺得 整體來講CP值是不錯的 打4顆 裡面有4顆 直接拉就可以了 你會獲得什麼 欸 基本上就是一些小獎品 小玩具這樣子 喔好喔 可以拉4顆 對 裡面有4顆是嗎 裡面有4顆 拉比較用力會超成2顆 80 它這組長是10分 可以值一張 喔恭喜你啊 忍者歸 欸忍者歸 然後我們要離開了 說一下對這一波的想法吧 感覺如何 我本來對它是沒有抱什麼太大的期待 因為我就想說 啊這種價格 誰能打贏12國啊 我那時候心態是這樣 可是吃完之後 我覺得呢 它雖然比12鍋價位 稍微高一點點 可是它的裝潢 絕對是比12鍋好非常多 那你要想 你多了可能6-70塊的價格 還有冰淇淋 很多很多的飲料 然後吃這個氛圍 跟裝潢 我覺得多那70塊是可以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要去擠改了 對我們要去一棟王廟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加入我們的社團 社團的連結在底下 都有分享我們平常喜歡用的好物 欸記得要追蹤我Instagram 我老公很久沒有發我的影片 大家已經一個一半沒有看見了 好啦我們明天見 掰掰 拜拜